龙珠超, 比克将面临死亡,格兰诺拉会是下一个扎马斯。 在最新的龙珠超漫画中我们能感受到格兰诺拉的痛苦,他们家族跟弗利萨对抗了十多年,最终因为战力问题,导致别灭族了。 这让格兰诺拉心里非常难过,他想过复仇,可无奈自己的实力又不如弗利萨,他只能成为猎人,完全任务获得奖励。 为日后自己的国家做贡献,但是一个人的实力太渺茫了,可他又跟纳美克星的爷爷扯上了关系。 而现在的剧情是,多方敌人都已经知道有许愿的龙珠,纷纷加入战斗了,纳美克星可能又要面临灭,比克就不能嫌妒了,下面一起来分析下吧。 01 比克将面临死亡。 格兰诺拉说爷爷超过500岁,西塔人提到纳美克人和西里尔人原来一起混居西里尔星球,现在只剩下莫奈特,而莫奈特自数原来的西里尔星有几十个纳美克星人。 虽然莫奈特没有直接说在西里尔星上的纳美克人的消亡是因为弗利萨军的攻击所致,但结合剧情背景来看,这其中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另外哪怕星球被破坏和占领,纳美克星人都没使用龙珠来许愿帮助自己和西里尔人。 而现在矛头又都指向了纳美克星,这颗星球将要被坏人盯上了,就犹如当年弗利萨知道龙珠的存在,他想方设法都要得到。 如今又引入龙珠这个话题,我想作者是要把前面后果都说明了,那么笔克就不能闲主了,因为这也是他的星球。 笔克这一篇章中的戏份会很多,甚至不亚于弗利萨,两人也有可能会联手合作。 保护纳美克星,如果纳美克星再次被灭,恐怕真的是灭族了,笔克自然也得要面临死亡这个结果了。 02.格兰诺拉会试下一个扎马斯。 目前来说,格兰诺拉的敌人是弗利萨,她内心是想要报仇的,并且已经跟神龙续愿,要成为宇宙第一战士,但只有两颗龙珠合成的神龙。 应该是没办法帮助她实现这个愿望,那么现在就只有一种可能性,格兰诺拉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扎马斯,就是成为黑暗世界中最强的人。 其实都是格兰诺拉跟扎马斯都是一个样,为什么这样说呢? 格兰诺拉跟扎马斯的性格特点很相似,扎马斯与其他的界王和界王神不同,憎恨人类,并且这份恨意在知道孙悟空后与日剧增,逐渐产生了要将人类灭绝的疯狂想法。 对所谓的正义有助近乎病态的执着,为了贯彻自己的理想,甚至不惜杀掉全宇宙的界王神。 所以格兰诺拉会为了打败弗利萨,不惜把宇宙所有人都给灭,这就是两人相似的地方了。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订阅我。 再见。 谢谢。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